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恩全球的超马家人 感恩在座的各位嘉宾 大家好 我是林宏的宝玉 导师好 全球超马家人 及各位现场超马家人 大家好 我是台中的森辉 非常感恩 有了超级生密码这本书 因为超级生密码这本书 让我跟我弟弟可以站在这里 如果今天没有遇到超级生密码 没有遇到太阳圣德导师 我们姐弟两个就天人永格了 在今年的五月初 我的弟弟打电话给我说 姐姐 我现在住院 我又住院了 我说弟弟你怎么了 他说姐姐我得了猛暴性肝炎 这一次很严重 医生说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 我就开始陪着我弟弟一起 度过病房的一个月时光 现在我请我的弟弟 自己来分享他生命的故事 我六月七号出院了到现在两个多月了 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我也感觉到真的很不可思议 我爱活着 改变生命的奇迹就从超级生命密码开始 我能你们也能 今年的五月九号 我因为头晕到台中的慈悸医院去挂急诊 结果检查的结果 我的防肝指数及肝指数超过异常 医生说你要患肝 他告诉我你要转到中国医药学院 因为台中的慈悸 他没有患肝的手术 我就转到中国医药学院去 结果在医生的在检查之下 他告诉我你要患肝 你没有患肝 你就接近死亡 可是因为 因为我没有子女 我只有两个姐姐 我大姐她说她要捐肝给我 医生说我姐姐太瘦了 年纪也比较大 她说不可能 那在没有肝脏之下 你要得到善心人士的捐赠肝脏呢 医生说你要得到这个肝脏 像买肝脏一样 各位有没有买过肝脏 要中头奖是很困难很困难 除非所有那个奇迹出现 所以我等于被医生宣判的死刑 没有放肝 每天你就一定 一定活不了 医生告诉我说 你七天后你就会肝脏 然后肝衰竭而死亡 在我躺在中国医药学院 十八楼的病床上 等待死亡的 每天就是等待死亡的死亡的到来 我的大姐她在台北主持完读书会 她下来台中看我 她去找我的主治医师 她跟医师吵了一架 她跟医师说 医生 你当医生是不是要鼓励病人 你要用尽方法要救我弟弟啊 医生他很直接啊 那个是 算是一个 算是一个很年轻的医生啊 他说 我实话实说啦 你弟弟没有救了啦 你们去签同义书吧 你们准备 准备办以后事了啦 那我躺在 躺在床上 因为每天头晕吼 还有呕吐啦 他也很迷迷糊糊啦 想说 这样 死的也好啦 可是我姐姐 跟医师吵完以后 他到 他到病房来 他就告诉我 三位 我要用超级生命码最科技的方法 救你 相不相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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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有想说 医生说已经 无救了 哪有可能啊 可是我试图相信 他说 弟弟 你照我的方法做 第一 你要忏悔 因为你的负能量太多 你要跟你的负能量和解 然后你要发怨 你这个病如果好了 你要运输 要发给那个 有缘人 然后 每天告诉自己 要爱与感恩 感恩什么 感恩我的肝脏 感恩我的肝脏 爱我的肝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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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太阳星光 可以接收天地的能量 每天 他就告诉我 要做 一二三 这个步骤 一二三 他还告诉我 你有空 每天要 即时做轮椅 你也要到外面去 晒太阳 看着太阳光光 接受他 宇宙的能量 你要描吗 感恩 就在每天 就在每天病床上 宠物这几件事情 他还拿一个蛋蛋漆 里面有那个太阳圣的 太阳圣的老师的歌 他叫我每天听 我每天就听 听久了你 你会发觉太阳圣的老师 他的歌声中 他柔和的歌声中 带一点安定的力量 他还叫我听地址规 每天 就是宠物这几个动作 第八天 第九天 第十天 我每天 睡觉 睡觉醒来 奇怪 我没有刚喝米 我还醒着 这就是 就是这种 很神奇的力量 我一直坐下去 渐渐的 主治医师来看我说 你明天再抽血看看 结果 抽血的结果 我的房单指数 肝指数 慢慢的下降了 感恩 感恩宇宙 感恩天地 因为大姐应用了超级生命力的方法 让我得以重生 大姐 她告诉我 她说 身为 今天老天爷 没有把你带走 他就是有死命 死命要交代你 我的死命 告诉我 就是 我要接引更多的有缘人 认识超级生命密码 改变生命的奇迹 就从超级生命密码开始 谢谢 感恩 感恩超级生命密码 感恩太阳圣德导师 感恩宇宙天地的爱 感恩太阳风陌的祝福 也感恩各位参与今天的 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 你们大家都会得到天地的爱 得到太阳的祝福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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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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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